另外在复理乡复理村中心街的路口 则是发生了一起70多岁的阿公卡在车内的意外事件 复理消防队拒报之后赶往现场急救 而这名70多岁的老翁意识清醒 救护车抵达了现场赶紧将他送往医院救治 索性并无大碍 复理乡复理村中心街路口发生一起70几岁阿公卡在车内 复理乡消防分队赶往现场进行急救 而这名70几岁的老阿公意识清楚 救护车抵达现场赶紧将患者送到医院急救 索性没有大碍 复理村中心街222号前车外案件 复理人员到达现场急刹店 一名男性患者年约70几岁卡于车内 复理人员立即与警圈KED固定 常被把协助患者脱困后 复理乡消防分队表示 在26号的下午3点多 接获指挥中心派遣 在复理村中心街路口车祸案件 经过消防分队人员执行CPR等急救 才没有酿起这起汗事发生 记者高双双 复理乡采访报道 接获指挥中心思路上下风 接获指挥中心 Fair